好 继续在关心花莲南区的代表会的消息 玉璃镇明代表吴朝城20号进行了定期会的总质询 那么主要针对玉璃镇内推动观光方面 规划没有特别吸引外线市来到玉璃 那么他认为有建设才会有观光人潮 所以他提出了秋骨鸾西旅游的规划 玉璃镇明代表吴朝城20号进行定期会的总质询 他直接向镇长蔡秋龙说 镇长已经上任两年多了 但是都没有看见玉璃镇有任何的建设 因为他说有建设才会有观光人潮进到玉璃 所以他提出玉璃特色 就是秀库兰西以及风平溪的美景 打造出沙滩景点吸引观光客来到玉璃 秀库兰西利用秀库兰西上游要怎么玩 就是说本期也有去看过了 在山明的洪平溪大银 大银至山明大桥 太平大桥 那一桥叫洪平溪 洪平溪往北 往北 往北边的话 靠西岸 这个区块 很适合 来规划我们的秀库兰西 旅游沙滩景点 让其他的游客都能直接到达 再加上现在的台九线 拓宽之后规划秀库兰西上游 以及下游的观光 现在交通也方便许多了 可以结合更多邻近的旅游 希望镇长以及公所团队能够再加油 在任期满之前能够为玉璃正名 共献付出 记者高双双预券采访报道